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新品早知道,我是产品部的Alita。 大家好,我是爱多美产品部负责营养食品开发的Jesica,很高兴在新品早知道跟大家见面。 Jesica,你知道吗,很多会员都反馈特别喜欢看我们这个节目,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录这个节目,一听说要录就非常的激动和开心。 是吗?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爱多美的会员们都是通过这个节目了解到爱多美最新的新品信息和相关知识,一想到又可以把我们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推荐给广大的会员朋友,能不开心和激动吗? 那大家就来对了,今天我们的内容可谓是干货满满,千万别走开哦。 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新品呢? 爱多美发酵茉莉果汁饮料。 哇,这个我之前有听说过诺莉,但是不大了解,诺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哦,长这个样子。 诺莉果呢,是西树的果实,原产于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岛屿的热带地区,它的自身能力非常强,可以全年开花与结果。 可是这诺莉果长得也实在是太丑了吧,好像是一个长了青春痘的土豆一样。 所谓人不可貌相,别看这个诺莉果长得丑,它可是被誉为神赐的礼物哦。 哦,这么神奇。 小小的一个诺莉果,还有超过200多种对人体有余的营养物质。 下落泥源,多酚,熊果酸,以及我们人体必须的接种矿物质,18种氨基酸和12种维生素。 天哪,你说了一长串,那我知道的有一些成分我是比较了解的。 像多酚,像我们这种比较关心护肤啊,希望拥抱青春的爱美女性都应该听说过,多酚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 的确,氧化损伤是导致衰老的重要原因,要知道同等质量单位下的诺莉,所含的多酚是猕猴桃和芒果的120倍的。 就它吗? 是哦。 哦,那真是厉害了呢。 那你刚刚说的赛洛宁源,还有熊果酸,那这些大家可能都不是那么熟悉的听到,那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干货这就来了。 好,赶紧竖起耳朵,注意听。 我们先来说说熊果酸啊。 熊果酸是存在于天然植物当中的一种三天类化合物,具有非常显著的生物活性,在动植物生命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熟悉的人参、灵芝、黄芪、枇叭叶等植物当中,都含有各类的三天类化合物。 都是好东西啊,这么一说,我就顿时就明白了它的价值了。 是的,那我们再来聊聊赛洛宁源,它背后可是有一个故事的哦。 好,快来说说看。 美国的罗夫·海尼克博士,是一位极富盛名的生物学家。 它在研究当中发现有一种叫赛洛宁的生物件,是维持机体细胞正常代谢的重要成分。 那对于人体细胞的活化、修复和再生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那同时呢,赛洛宁还可以综合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但赛洛宁呢,它是在大肠中由赛洛宁源和赛洛宁源转化酶互相反应而生成的。 可偏偏啊,人体它不能自行产生,而是要从食物中获取。 不能产生,又自己就需要它。 是的。 那我们就必须要从食物中去获取这个赛洛宁源,人体才能够生成必要的量的这个赛洛宁,对不对。 是,海尼克博士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最终从诺利果当中发现了大量的赛洛宁源和赛洛宁源转化酶。 那这位博士呢,也因为研究赛洛宁有特殊的贡献,而被载入了1998年度的世界最重要名人录。 哦,那么这种就除了我们的诺利果,其他的食物当中有没有你说的这个赛洛宁源呢? 有是有,那早前呢,被认为含有赛洛宁源最多的呢,是菠萝。 菠萝没想到,从来没有听说过它有这个赛洛宁源。 是的,但是呢,同等质量单位下,诺利果中所含的赛洛宁源含量是菠萝的四十倍。 四十倍,那等于要吃四十个菠萝才能等吃它一个诺利果是吗? 没错,那就是没想到这种小小的诺利果有如此强大的一个作用, 那它背后还有这么有趣的一个故事在后面,可是我们为什么很少看到诺利果的果实呢? 那首先呢,诺利果它不容易保存,需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加工或者食用,不然啊,它的营养成分就流失了。 好可惜哦。 另外呢,是因为诺利果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呕吐果。 呕吐吗? 是的。 为什么要叫它呕吐果,因为长得丑吗? 不是,成熟的诺利果实啊,它会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一口咬下去呢,就像吃了坏掉的臭奶酪的那种味道,让人望而却步。 天哪,那我们爱多美的发酵、诺利果汁的味道是不是也会有一种耐人旋味呢? 来,先喝一口。 哦,已经给我倒好了一杯吗? 是的。 嗯,还蛮好喝的耶。 没有你说的那个臭奶酪的味道呀,就是这种果汁,这种酸中带着一种甜的那种,还有一点回甘。 是的,我们的爱多美雪用的诺利果呢,在位于印度尼西亚、沼阿岛的爱多美专属农场中培育而成。 岛上的火山土壤富含矿物质,水质纯净,空气清新,日照充足。 这样环境下结束的诺利果,充分吸收了大自然的精华。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的诺利果汁,它的一个来源,来源于高品质的原料。 没错,同时呢,为了防止诺利果的有效成分流失,爱多美专属农场内摘下的果实,必须在12个小时内进行筛选完毕,筛去有疤痕的果子。 然后呢,再将干净、卫生的诺利果去避后清洗三次,在零下40度的条件下进行快速的冷冻,层层包裹后,再用冷藏的集装箱运回韩国。 好麻烦呀,就是采摘,甄选,清洗,还有处理,要一条龙快速安全的方式,才能保证我们的原料的新鲜和营养。 然后冷冻的诺利果呢,入库后又会对其进行检查。 检查达标后呢,就可以开始进行第一次发酵了。 诺利果中加入了爱多美的七种复合乳酸菌,进行约1080个小时的发酵和熟成。 让我算一算,1080个小时是多少天呀? 大约45天哦。 一个月半就在发酵。 是的,然后呢,再加入有机椰子糖和有机糖浆,进行360个小时的第二次发酵和熟成。 才诞生了我们爱多美的发酵糯粒果汁饮料。 哦,那我再品一品。 你还别说,还真的能品出这种淡淡的椰香呢? 是吧,那么爱多美发酵糯粒果汁饮料呢,没有添加香精和防腐剂。 椰子糖是由椰子花精浓缩液加热而成,可以调和糯粒固有的气味和口感。 有机糖浆呢,是由奥地利的有机麦芽糊精制成的。 另外还添加了卡曼菊果汁。 卡曼菊特有的酸味和清爽的香气,使糯粒的口感更上一层楼。 而且这款产品是爱多美与韩国食品研究院共同研制诞生的。 嗯,所以我们的产品更加值得信赖,果然是符合了我们爱多美产品的宗旨,大众精品。 那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或者说是应该来喝我们的糯粒果汁呢? 我们就很适合喝糯粒哦。 哦,为什么呢? 那像我们这样的办公室一组啊,每天面对着电脑的辐射。 那上下班途中呢,又经历着环境的污染。 工作压力山大的情况下呢,还要担心皮肤状态和衰老。 这样的时候啊,就需要来一杯糯粒。 真是太适合我们了。 你刚才说的那几条我真的是完全都符合。 因此赶紧给糯粒喝起来了。 那我还真是安排对了呢,两全其美。 另外,我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方式,让现在的年轻一族啊,就经常叫外卖啊,然后他们就喜欢吃垃圾食品。 那这个时候呢,也需要我们的糯粒来帮忙。 我总觉得你说的好像都在写我的这个生活写照一样,怎么又跟我对上了? 说明我们像这种快节奏的上班族啊和熬夜党们,就是需要他赶紧安排起来。 并且呢,还是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从根本上让身体的技能变得更好。 那当然,加上美味又营养的食物,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滋有味。 那杰西卡,那我问题又来了,这么好的糯粒果,我们应该如何去喝?平时喝多少呢? 那为了能够更好地吸收糯粒中的营养成分,我们呢,推荐饭前饮用,每天饮用30毫升。 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啊,30毫升一次饮用完,也可以分两次饮用。 那如果是肠胃比较敏感的会员朋友呢,可以在饮用糯粒前先喝一杯温开水。 糯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那一次饮用30毫升,饮用完以后我该如何去保存,这个保质期是有多久呢? 糯粒的保质期呢,是24个月。 那未开封时呢,注意放置于阴凉干燥处,避免高温及阳光直射。 开封后呢,要注意冷藏保存,并且尽快饮用。 那每天饮用,好好地吸收营养,身体才会更健康嘛。 嗯,那这样算下来,我刚刚算了别账,那我每天都喝30毫升,就刚才我喝的这个量就是30毫升。 30毫升的话,这样一大瓶,我可以喝一个多月,非常的合算。 对吧。 饮用时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嘛,因为有些人对这个果汁还不是那么的熟悉。 我该怎么去,能喝什么混,能喝什么不混,就是味道如果接受不了的话,我跟什么合在一起会更好喝,或者是不能呢? 那我们的爱多美发酵糯粒果汁饮料呢,已经经过了精心的调味。 那我是做食品开发的,就是喝过很多市面上的其他糯粒果汁。 那不得不说,我们的口味真的已经是调得非常的好喝了。 但是呢,可能还是会有少部分的人啊,他可能会比较难以接受糯粒它这个特有的味道。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温水,或者加入其他的果汁一起饮用。 但是呢,要注意的是,不要用茶或者咖啡来冲调。 哦,对,这两样东西肯定不要和它冲调。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茶和咖啡吗? 茶和咖啡当中的碱性成分,会综合糯粒中的有效成分。 另外呢,饮用完糯粒后的两小时内,也注意不要喝茶或者咖啡。 嗯,把它们隔的时间稍微远一点。 那第二点呢,就是建议在饮用完糯粒后的半小时至一小时后用餐,让我们的肠胃啊,先充分的吸收糯粒的营养。 嗯,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爱多美发酵糯粒果汁饮料只是一个美味的饮品,当然里面含有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成分,但它不是药物,更不可能用来替代药物。 没错,那最后呢,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爱多美发酵糯粒果汁饮料的特别之处,看看大家有没有都记住呢? 那让我来,毕竟我在这儿一直喝呢。 我首先来说呢,第一点,它是百分之百使用产自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糯粒果,来自我们爱多美的专属农场,对吗? 是的。 第二点,它是极速冷冻,层层质量把关,专利的发酵技术,总共发酵1440个小时制程。 第三点,它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 第四点,它与韩国的食品研究院机构共同研制而成,非常的值得信赖。 非常棒,总结得非常好,听得也很认真,把我们产品的特点都给归纳出来了。 那手机以及电脑前的广大会员们,一定也听得很用心吧?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解,有帮助到大家了解到这颗未来会上市的新品。 预计呢,糯粒果汁在不久的未来即将上市了。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优质的新品,敬请期待。 让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再见。